鐵頭人一宣布政改表決之後 才辭職搞什麼變相公投 哇 全世界無論左中右還是老中青 個個都反反反 哈哈 只有鐵頭人自己一個害怕 在這裡死撐 表決之後究竟是爭取什麼呢 所以我想說這個權利到今天 是因為時間表格落實 我們的權利是絕對我們要堅持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不覺得我們這個問題 是應該拿出來對決式 尤其是對決就是 只是民主派可以輸 輸就逼自己好像要放棄否決權 但你贏呢 政府是不聽的 只是輸可以贏的 這樣式的公投 如果是在投票之前 是對民主派不公平的 蛤 表決前不辭職 原來是因為泛民不輸的 真的打爆頭都不明白 還解來解去 說得不清楚 在之前我們覺得 不會拿這件事 出來做一個變相公投 來對決 之前其實曾經在佔領的時候 有人提過這個意見 我想你也會記得 當時的輿論 是很強的一面倒 我們市民的權利 沒有權拿出來豪道 真是沒有最荒謬 只有更荒謬 做政治領袖 不可以接受自己 輸一個公投 去接受民意的選擇 蛤 但就反而可以 花億億公帑 去搞你個 長必贏的公投訴 鐵頭人還說明 沒什麼效果 逼不了中央的 都要去搞格 議員是這樣的嗎 邏輯亂了 找香港人的錢交票 是香港之福 還是香港之災 你自己說吧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